所以今年当然农历新年还有少过10天 我们就要庆祝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之前 昌林政府也会再给 这一个独钟长年拨款的这一个红包 而关于这个数目方面 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 教育部副部长黄佳和接受媒体联访时 预告2月5号会有独钟拨款好消息 也就是江龙部长陆赵福 将会移交昌林政府拨款给所有独钟 其实在过去的这样多年 特别是2018年 当希望联盟政府第一次执政 我们第一次执政的那个时候 我们对独钟崩坏这一块 是永远没有落空 在2019年我们执政的第一个财政年 我们在财政预算里面 也就给予了一个1200万领基的这个崩坏 2020年我们的预算案的那时候 我们也给了一个1500万领基的这个崩坏 也就是在喜来登政变之前 华人农历新年之前发放 然后到了去年 当我们重新回来做政府的时候 同样的农历新年之前 我们给了一个1575万领基 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独钟 每一间25万领基 在下个星期一2月5号 中午12点 在吉伦坡中华独钟 将会由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 代表马来西亚昌明政府 移交2024年给予独钟的这个拨款 在这个拨款底下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 拨款的数额将由陆兆福 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长陆兆福 去宣布 但是肯定会比去年的数额来得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